2-2 基因与遗传 这个单元最主要的一个概念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等位基因 什么是基因 什么是等位基因 那等位基因跟基因有什么差别呢 等位基因其实就是当时候 孟德尔所提到的那个大A或小A那个概念 其实后来科学家发现 在我们的染色体的同原来这里上面呢 这些当时候孟德尔所提的那个大A 我们知道这是一个显性的遗传因子 那小A呢则是指的是隐性的遗传因子 那么这就是所谓的等位基因 所以呢大A其实可以就是一种显性的等位基因 它是属于显性的等位基因 那么呢小A就是属于隐性的等位基因 所以呢科学家后来在这个染色体上面的确真的找到了这些基因 它是由一个一个的DNA片段所组成的 那我们通常就以在同原染色上面呢会用一个 这样像是大A以及这个小A来表示 那通常呢我们的等位基因会有两个 因为呢这两个呢会共同决定基因 因为基因呢是由 通常是由一对等位基因决定 因为我们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父母 所以我们的基因也是由父亲跟母亲所得到的 那基因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所决定 那为什么称为等位基因 因为它们是位在同原染色体的相对位置上 所以会被称为叫做等位基因 因为这两个染色体就称为叫同原染色体 同原染色体 所以它们的关系就是一条来自父亲 一条来自母亲 所以呢等位基因也是一样 这一个大A或者是一个小A 就称为一个等位基因 所以呢我们的基因通常是由一对等位基因所决定 那这种的遗传方式叫做单基因遗传 那我们后面也会提到说 有些基因呢 它是由许多对的等位基因所决定 那它就称为叫做多基因遗传 所以我们现在在梦德那时候研究 不然是碗豆的紫花或白花或高基因矮基因 这些都是属于单基因遗传 也就是说它们都是只有一对等位基因所决定 所以呢这就称为等位基因 所以等位基因的概念就是那个 梦德所说的那个遗传因子 所以这两个 不管是大A小A 或是我们讲的那个大T或小T 就称为叫做等位基因 那两个等位基因合起来的时候 就可以决定一个性状 就称为单基因遗传 或是由许多对等位基因来决定的 这次要称为多基因遗传 OK所以这就是2-2的基本的重点 那么继续